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眨眼的时间只看见超高清镜头里 青天白日满地红的中华民国国旗遥远模糊地飘着 还有还有 听听这个口号 只喊中华不讲民国 凸显了中共的叙事史观是 民国已经是历史翻篇 但如果民国真的已经是历史一页 为什么中国不愿意读历史 旅居美国多年的民国史学者辛浩年说 因为事实是 中华民国还在台湾 中共害怕是血统 怕正统 更害怕中国人民想抄中华民国与台湾的民主作业 中华民国不能自己如何困难 自己处在如何如何艰难的情况下 它都是坚决地要走向民主 在全世界人类有史以来 这是唯一的启发 没有第二个国家能做得到 也不论是国民党要闹台独也罢 它喊台独的前提是嘎民主 它驾民主之桥走台独之路 虽然台独的意识扩张了 可是民主的体制去牢固了 这也是事实 从党国走向真正的民国 1996年台湾首次全民直选总统是一大标志 在李德辉主政12年里 他透过六次修宪完成不流血的宁静革命 到了2000年首次政党轮替政权和平转移 1949年到了台湾的中华民国 因为民主化开始生根 而民主灌溉下也上演着变形迹 在蓝绿两大光谱里都是现在进行事 中华民国是我们的国家 台湾是我们的家园 对身为蓝颖身为中华民国派我来说 我觉得我自己当然也是会有台湾认同 跟台湾嫁继 我觉得我们当然是台湾人 可是我是台湾人跟我认同中华民国这件事 其实对我来说没有冲突 对我们来说中华民国就是一个包袱 台湾就是我们的国家 我们当然现在是渐渐的在抛开中华民国这个包袱 所以我们要非常清楚 台湾是我们的国家 现在国民叫中华民国台湾 如果讲说我是台湾人 中华民国国民 你们会接受吗 就是如果是这样的论述 OK啊 我是台湾人 然后 点点点 然后OK啊 勉强接受 勉强比出了OK的手势 对老一辈的深律独派来说 曾从凯忍耐的中华民国 他们不一定能忍 而像林嘉兴强调台湾认同的青年兰 拥抱中华民国是历史情感 也是为了保护台湾 我是台湾人的认同共识 随着中国对台湾的敌意行动而升高 在台湾智库的最新民调中显示 86%的受访者认同自己是台湾人 创下新高 而坚持认同自己是中国人的 谨慎各位数 只剩下2点多%的人坚持自己是中国人 那么我们未来宪法架构 是不是应该调整从 大陆地区人民跟 自由地区人民的关系 变成台湾人跟在中国的台湾侨民 才是我们关心的 调整出一个合适的宪法 照我来看中华民国台湾 现在是台湾人民最大的共识 从自由中国到民主台湾 从中华民国在台湾 到中华民国台湾 是中华民国台湾化 还是台湾界中华民国的壳上市 观察两岸多年的台湾作者范畴 用品牌行销的观点 借用谷歌与母公司Alphabet之间的关系 来描述台湾与中华民国 给蓝绿两方这个建议 对于比较偏蓝的人 不要对ROC这个字眼 这个Brennan旧情绵绵 然后偏绿的或者说独派 不要对ROC这个字眼旧恨绵绵 非要把他打死不可 Come on 你的手上是有一个非常有价值的品牌 这个价值是可以改变台湾 2300万人民的命运 是可以改变美中关系 不管叫什么 关键在台湾的民主制度 是美国与国际社会 现在推崇的华人典范 蔡英文目前不管怎么说 他处在抗共阶段 蔡英文还需要往上走一个台阶 那就是从抗共走向反共 从被动走向主动 你要他反共大陆吗 反共 在反共的前提下 跟美国阶层完全一致的关系 在大好的国际条件下 反共大陆 为什么 大陆人民欢迎你 大陆二十多年来 有两句话在大陆 现在人人皆知 美军来了我带路 国军来了我参加 在习近平颁布香港国安令 习近平已经踏过的这个阴阳界的这个奈何桥了 没有回头路了 因为他撕毁了中英联合声明 那既然你可以撕毁中英联合声明 美国有一天完全可以合法合理地撕毁 中美三公报 那这个是 我想这个是北京PRC 中共现在最紧张的事情 有支持台湾反共大陆派 有美国的两岸立场可能大回转的观察派 中华民国1949年到了台湾 屹立109年 中国不想看 不想听 文攻武贺近来更变本加厉 这也加速了中华民国变得更加台湾化 你用这么硬的态度去压迫台湾人的生活方式 我告诉你到最后我们全部人都会变台独 我搞不好也会变台独 对不对 无论中华民国以后会在哪里 都受国际局势的变化牵引 而这一面棋在台湾飘扬也唱出了新曲风 在和平环境下开出了自由民主之花 怀旧也好 创新也好 台湾唱出的民国变奏曲 听者各有所忠 歌声举丑力尽断 我承识终 在和平环境下开出的民国变化 在和平环境下开出的民国变化